各位好 這裡 這個project 有三個 視頻 那這個呢 就是 廁所的底座 蝦片所連接的東西 那下面呢這是屬於 我們叫三吋的 三吋的管道 有的是四吋的 好 那現在是三吋 那三吋的這個 你看這個底下 它是一個管路 上來黑色的地方 就是跟上面這個黑色是一體的 當然有不同的設計 我只介紹這個 那上來呢因為 如果說水堵住它會滿上來 那滿上來呢 所以說你要 你要用一些 我是用 用 那個 連住它 橡膠連住它 在下面 地板跟這個中間 來連住 都繞一圈 就白色這個東西 這是 adhesive liquid 液體 Heavy duty liquid 那它乾的話就很強壯 黏在一起 那也可以防水露出來 從底下露出來 從底下露出來 那 那 這一道呢 這邊 這裡還要有一個 他們現在是用 用那個 wax 就是那個 我中文都忘了 英文學不會中文都忘了 就是屬於 wax 就是像牛油一樣的那種東西 好 然後那個東西是 一組的 它可以把它放在你 放在這裡跟那個 跟那個 廁所的底座連在一起 那就把它 連在一起 水呢 就不會露出來 主要都是要防水 不要露出來 好 這個每一道程序 就要把它做好 那 漏水是 最 最糟糕的 因為它如果是久的話 會把東西都弄壞 像這個 如果說不修的話 它就地板也會壞掉 因為美國都是用木頭做的 好 就這樣 好 現在先暫停在這裡 那這個呢 啊 那個強力膠呢 連在下面的地板跟 這個黑色的這個flug 在一起 那 這個螺絲呢 也要放一些 那個 glue 就是把它鎖進去 也把它連住 就是盡量 把它用牢固 然後水 不要 跑出來 就這樣 好 這樣子 這就是wax 好 wax放在上面 螺絲都收緊了 然後這兩個螺絲呢 就是要鎖在 等一下就要對著那個 這兩個洞 一邊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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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洞 這個洞 所以說 要有力氣 又要對準 然後再把它 壓下去 就是 整個 整個 有重量 因為它是平的 所以 這裡就放在你 它底下 那個洞 然後讓它壓下去 那 這個就是要一點技術 所以兩個人做事比較好 功能不來 沒辦法 你美國人太懶了 OK 然後就這樣子 拜拜 現在這個洞 是對準進去 可是一個人做真的很難 兩邊要看 然後移動 讓它 兩個洞都進去 然後檢查的 如果做 做壞的話 就要重來 Wax 可能就 浪費掉 那這個 要 老緊 因為它 這樣進去的話 如果說你動的話 轉的向 它就不老了 你們看就知道 那現在就要用這個螺絲帽 把它固定住 固定住 那樓絲帽在轉的時候 也要讓這個中心不動 中心不動 因為中心動的話 你可能就會 剛才我講的 那個轉向 所以要把它抓住 因為這是舊的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這個要 挪一挪 要把那個 那個Wax 要把它 壓緊 因為它呢 還是有一個 彈性的 那不是像 Liquid一樣 那個水狀的 它還是 像 像那個 水泥一樣 有彈性 OK 就到這樣就結束了 拜拜